我是周彼智 帶你快速了解卡塔士族 精彩賽事還有慧榮 不要再睡了 要起來囉 已經把你叫醒了 好了 我們知道昨天晚上11點 日本隊把上一屆世界盃的亞軍克羅埃西 踢到12碼PK賽 真的非常不容易 在日本在世界舞台展現它的韌性 但最終留下的是淘汰落寞的背影 我們時間回到昨天晚上凌晨1點半的時候 生於此的12碼 就跟我現在坐在沙發和電視機的距離一樣的近 當時我們看到下一張的照片 可以發現到積天馬野 他是在踢第四輪的時候 最終是被克羅埃西亞的門將擋下 他最後晉級的希望 當時他知道說他一擋下來之後 筆數馬上落下之後 可以看到克羅埃西亞球員開心到整個跳起來了 但是日本隊整個就落寞的貪亂了 積天馬野也貪亂在綠色草皮 單膝跪地 不停的唾棄 最終哭到他是雙手捂住雙眼 就是這一球他踢完之後 被他的門將克羅埃西亞的門將 很有經驗的猜對他的方向 當門將坐在地上開心的時候 我們的積天馬野是跪下來 而他的三個小孩兩個女兒跟兒子走到身邊去 蹲下來安慰他的爸爸 其中一位還伸手去擦掉他爸爸臉上的淚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難過 但也很窩心 所以積天馬野馬上站起來抱抱他的孩子 那到了記者會上面 其實積天馬野被詢問到的時候 他含淚沉默了15秒才開口 他說道我要感謝所有的人 工作人員和隊友都是粉絲 每天每天都為了這個牆 近八強的這道牆替我們努力 這四年來我嘗試了各式各樣的事情 但最終都沒得到任何的結果 還是很沮喪 不過女兒的窩心真的是讓人覺得 是不是又想要人家騙人家生女兒呢 好 我們再來介紹另外一位日本球星 一樣是這場比賽表現非常出色的 就是他了 他叫做潛田大然 潛田大然之前因為一件事情 差點毀掉他的足球生涯 那麼空白了一年的人生 蛻變成熟的轉折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這個潛田大然 他今年25歲而已 1997年10月20號出生 是日本的足球運動員 位置是在前鋒進攻的這個概念 他現在是在蘇格蘭足球 超級聯賽的球隊 球隊叫做謝露迪 有點難唸 謝露迪 出生於日本大阪 高中為了追求足球夢 他跑到了離縣山梨學院的附屬高校 這樣的距離是什麼 開車六個多小時才到 也就是說我在台北出生 我跑到了墾丁去念高中 那麼身高173公分的他呢 體力平衡感都非常的好 這個部分我們往鏡頭帶下來看 就可以看到 他本身身高其實並不高 他只有173公分而已 不過他的體力相當的好 平衡感也非常的強 被撞的時候不容易倒下來 在50公尺的衝刺有5秒8 所以他的最強武器就是速度 也因此在高中的時候呢 念書的時候是球隊的主力 不過他有一個問題就是他非常的自私 球風而且倡導英雄主義 紀律上面也不乖 所以呢紀律問題就遭到球隊開除 當時他面臨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我要留校還是回到大阪念書 最後他決定要在這個足球名校念書下去 所以他決定留校 但是留校不確定你有歸隊的機會哦 但他不放棄留校查看 但是一樣被趕出了球隊宿舍 後來呢自主訓練 等到這個球隊等他回來 在這期間他在學校外面租房子 在附近的山區練球 還加入了當地社區的成人 成年人的足球俱樂部繼續練習 一年後他獲得回隊的機會 那隊友嚇一跳 前田的伸手怎麼還是保持這麼好 隊友又嚇一跳 他的球風從原本的英雄主義 變成相當無私以團隊為主 故事說到這邊 有看籃球的人可能就知道 這是不是很像灌籃高手的 三井獸的故事呢 後來他變成了代表 日本隊參加了世界盃 速度非常的強 他依舊是以速度在前場 積極的壓迫對手後方 讓他們產生威脅 那前田大然呢 世界盃的首顆進球 卻沒有幫助日本隊在昨天獲勝 他後來記者會也提到說 很遺憾沒有晉級 能站上這個舞台 是因為很多人對我的支持 本來應該賦予這個回報 但最後我沒做到 深感隱憾 非常抱歉 不過我們還是帶來一個 非常趣聞的部分 你有沒有覺得這個前田大然 長得很像 藝人夢多跟俊俊葉 把三個人放在一起 你根本分不出 誰是誰呢 好啦 我們再來台灣時間呢 昨天的11點 日本隊上了這個 上一屆的亞軍 克羅埃西亞 兩隊的正規賽比賽呢 打平 進到了延長賽 還是打平 最後PK賽 1比3敗北 那藍武士的魔咒 還是乏微了 痛失幾近八強的機會 日本隊的球迷很遺憾 輸球的氣氛呢 也籠罩在整個日本 路透社記者呢 在東京涉骨街頭採訪 明顯看得出來 日本的球迷啊 隔著一個螢幕 都可以感到 他們的心情低落 因為日本隊呢 先前在小組賽 演出逆轉勝 被國內視為是一匹黑馬 沒想到再次止步16強 與八強賽的入場券 是擦身而過 好了 我剛剛不小心念錯了 被糾正了 是聚俊業 感謝慧榮 好了 我們看到八強賽呢 有現在是 晉級的是荷蘭跟阿根廷 在12月10號 禮拜六的凌晨3點 還有昨天到今天 踢到的這個 巴西跟克羅埃西亞 那目前呢 也是12月9號 星期五的11點 可以看到這場比賽 另外 關注度也挺高的 英法戰爭 12月11號 禮拜天的凌晨3點 再來還有一個空格 還沒填上去 就是今晚11點的 摩洛哥對上西班牙 以及明天凌晨的3點 葡萄牙對上瑞士 這四個隊伍 會有兩個隊伍的國旗 塞在這兩格 到時候再跟你們說 那你會很想知道說 哪一個隊伍 哪兩個隊伍會晉級呢 晚上5點 整點新聞 我告訴你 好了 我是臭鼻子 帶你快速了解 卡拉士族 精彩賽事 海荒鮑魚干貝 EXO醬 裡面有嚴選新鮮的 頂級海鮮跟蜜製的獨家配方 還有富含膠原蛋白 還有黏多糖 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質鮮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豐富 現在購買還有優惠喔 輸入我的優惠代碼 ZTI 714 享有折扣喔